大家好,今天是元旦佳节,华夏叔叔在这祝你元旦快乐 愿您在2019年裁员管境,何家欢乐 说起这过元旦呢,其实不是咱们现代人过 在古代人们已过元旦 那么咱们现在人过元旦跟古代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啊,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从时间纹路上来说,这古代的元旦其实是现在的春节 而咱们现在的春节呢,其实是古代的密春 而且啊,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说 通过元旦的葬式来纪念新的一年的到来 其实这个事儿,它有点过来品味道在里面 你看在国外,那他们的元旦那才叫真的过天 在美国、英国等地方 无数人在这一天走上街头 全民一起倒数来迎接新的一年 而在咱们股子里呢,其实是要等除夕夜过完之后 才算是真正的进入到新的理念啊 那么,在古代的元旦节 人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呢? 在汉武帝时期啊,有一系列的奇俗用来庆祝元旦的 首先是跳魔神 寓意为驱赶瘟疫,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跳魔神之后呢,就开始了酒店 有一些美食啊,只在元旦的时候可以品尝得到 根据《金楚岁实记》中记载 人们在元旦当天,常饮浇白酒 饮淘汤,吃浇牙糖 浇白酒,敬家中展备 祝福展备如松柏一般健康成寿 淘汤自己喝,用来异性的虚骨杯 人人奔吃浇牙糖 用来享受这一年的辛苦所换来的劳动成果 在晚夜幕后,就要开始刮门神了 这门神挂的是神徒和玉蕾的画像 他二人出自山海经,是镇守鬼门关的鬼将 经常用鲁尾编制成的神速来抓恶鬼 所以,在跳完挪神,吃完晚饭之后 家家户户就把门神给刮了起来 在挂完门神之后,就进行当天的最后一项仪式 也就是燃帆爆竹,驱赶自己的兽 跟咱们现在过年一样,手碎放完爆竹之后 一家人就睡去了 在美梦中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咱们现在的元旦呢,也没有那么多繁琐的习俗 多是一家人看看电视,一起吃个饭,也就结束了 而咱们的重头戏呢,还是留叫做除夕夜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欢迎您点击关注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